为鼓励各社区发展协会深耕相礼积极参与社区事务 花莲市工作每年举办社区工作评鉴 让社区民众可以集思广益 找出属于社区自己的路 而花莲市109年度的社区发展工作评鉴成绩日前出炉了 由并庄社区发展协会得到第一名 市长温佳贤特别颁奖表扬 也感谢所有社区干部们对社区发展的用心和努力 花莲市109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成绩日前出炉 第一名是毕云庄社区发展协会 第二名是民生社区发展协会 第三名有两个社区 分别是主权社区发展协会和国威社区发展协会 另外甲等的包括了民情社区发展协会 明德社区发展协会 市长温佳贤亲自表扬 也感谢社区干部们的用心和努力 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很多的社区 投入社会的工作 那不论是开办福气站 还有巡守队 还有一些对于我们社区关怀的一些课程 我们都非常感谢社区勇敢的承担 那我们花莲市总计有29个社区 我们在这几个社区里面 评鉴选出了有6个社区 那也积极的参加工所的各项的一个活动 跟承办各项的一个关怀战 福气战等等的一个社会必须要做的一些业务 那我们在里面也谢谢碧云庄的 余宏林理事长在今年获得的第一名 那我们希望说 借由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 民生社区发展协会 国威社区发展协会 等等的社区发展协会 都能够影响更多的社区 继续投入 让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 也会不定期的来做相关的考核 也会安排相关的课程 给予这些社区更多的资源跟协助 市长表示很多社区志工投入 包括社会服务 福气站 关怀据点等服务 有一些是组成了巡守队 环保志工队 这都是社区发展业务重点 也是平坚的基础 另外为了鼓励社区 有不一样的发展方向 评鉴的时候 也会把社区的创新 自发工作列入考评 市长强调 花莲市目前有29个社区发展协会 其中6个社区争取评鉴 因此借由获奖社区 在资源分享和协助之下 希望可以对其他的社区有所影响 进而来打造自己的特色 谢谢你 欢迎视报导